所以銀行我們一起來看 雖然是當天有個長紅K棒 但是量沒出來 一個三角收斂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你說 有三種情境會發生 你看投資多難 對 因為其實我在操作 我會先看說 大盤現在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境 然後自己有一套操作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剛好確實 因為慶儀剛剛投第一張圖也是一樣 就是它確實是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三角的一個收斂 這個末端的位置點 其實大概就 就大概有三套這個劇本 一個當然就是往上噴出 也就是說基本上是 往上放量供給的情況下 所以如果第一套劇本 基本上一定要有量 因為有量轉向多頭供給以後 才有可能朝向所謂的一個 上市的高點來供給 我認為說這個大概至少 要到4000到5000億左右 基本上才有這樣的一個供給機會 所以目前來看起來 這個機會比較小一點 其實就一定三種 往上往下不然就中間 對 這個可能一定有打叉叉 對 另外來講就是說 向下當然說以目前來講就是說 雖然它是量縮 可是說如果有一個比較利空的一個狀態 然後放量供給 這個當然說這個已經降息 已經產生了 然後降了50個基點 它基本上也沒有產生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沒有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這個也 突然大跌也覺得不太可能 對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 也不太可能 要打叉叉 答案出來了 對 答案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機會滿大了 為什麼 第一個來講 我們先看量 量來講你大概可以用一個季線的一個 季菌量 目前來講一直在季菌量下面 季菌量大概是落點落在大概4100億左右 也就是說過去一季來講 整季的平均只在4100億 現在來講過去曾經都來到3000億以下 最近好一點點也只有在3000億 這一根漲了大概360點也只有大概3200億 所以目前來量一直是不足 如果量不足 有一個好的方法就是 你乾脆就是橫向 橫向走的情況下 基本上它還是能站上 三角形的上緣 所以往這裡走向的話 第一個它會 還是在上緣來講 它還是屬於偏多 第二個來講 它慢慢的橫移 剛好這個季線的位置 季線剛好在這個位置打下來以後 它也等於是可以越過季線 所以對它來講 還是站上多頭的位置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那倒是以這一個機會比較大 量說很像突破 緩步站回多頭 所以在這個機會比較大的情況 很像整理的情況之下 現在最聰明的投資策略怎麼做 我稍微大概帶一下 就是說前面來講說 如果是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操作模式就是說 如果它是策略1的情況下 以後還是遇到 放量一直攻擊的情況下 基本上我一直做什麼 創高 或者是放量横盤突破這種強勢股 因為你要追強不要追落 對 因為這種機會來講就是 我的資金配置可能會放到最大的 一個資金量 也就是說你可以投多少錢進去 不要超額去做超大的槓桿就好 基本上我會做得非常積極 所以說如果是走這樣的一個放量攻擊 我覺得有機會創高 大盤有機會創高 個股當然也有機會創高 那第二個來講說 如果是一個空方的一個行為來講 未來如果遇到是比較偏空的 那偏空我就反過來就是說 以資金我先講 資金的話我就會降低 我的一個流倉資金量 也就是說我可能流倉只願意留三成 留五成以下 那做一個比較保守的操作 那另外 你你只能做就是做什麼 反彈 因為既然是下跌只有反彈 那反彈你要找好股票 就是找什麼低本益比 低股價淨值比 就是淨值高的對不對 股價低的 還有基本面非常好這樣的一個股票 所以空方 大概我是這樣做 那以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那我就是選擇這一區了 那這一區來講 我大概的做法是 第一個因為量比較少 所以量少我就不會去選擇這種大型股 因為你不可能現在去選擇紅海 對不對 像這樣的股票一千多元 你怎麼拉得動 所以基本上要找有放量攻擊 而且近期是一個 有題材 對 還熱門的族群 跟熱門題材的中小型股 所以這是重點 中小型股 對 所以資金配置來講就是說 你可以稍微降低一點資金量 可是基本上我認為說 這個還好 資金量你當然多一點也無所謂 那以短線操作或區間的一個操作為主 也就是說你可以做一個短波段 或者比較短的一個操作 短打 那挑選特定族群 有題材的放量攻擊來做 那這個來講是一個所謂的 類似一個熱點 那熱點基本上當然不一定說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圖表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在看所謂的一個資金 就是說我們講說類股對不對 類股就是說現在的資金 跑向哪一個類股 那類股是漲還是跌 那當然我們要找說 如果要做多一定要找類股是漲 然後你的量是往這個 資金流向是流向這裡 所以比如說現在來講 偏向的比如說資金流向 最近幾天來講 第一個比如說我們講說 散熱最近很強 所以短線來講當然要朝向散熱 那PCP你看PCP基本上製造材料 這個也是強大概幾天都很強 所以這一塊來講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另外來講就是化工 化工最近也是非常強 所以尤其化工裡面可能是特化 所以說應該是朝以這個區域 來做一個短線的運作 那你就要避開 避開什麼 傳產的 像水泥對不對 然後低潤這些也是很弱 所以我乾脆就把它避開 什麼這個紡織這些比較弱了 已經沒有量了 基本上你又在弱勢的族群 可能你就會套很久 所以就是偏向這樣的一個族群來做 OK 這樣偏向目前比較強勢的族群 對 好 這禮拜你找的是這個集團 集團的作帳股的公司的子公司 作帳行情出現了嗎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你最近發現說集團股裡面的一些 一些股票基本上都在發動 比如說我們就講說 比如說像所謂的紅海 紅海你不可能去投它的股票 人員太大 因為1300多億 這樣的股票最近來講比較不會動 過去會動是因為本來這個大盤的量 有到5000億 4000億以上 當沒有量的情況下 你1300億的股票基本上要波動不容易 可是你看那下面的像建漢 3022建漢基本上就變成它只有30億左右 最近還創高對不對 所以它的一個集團股下面的股票 是比較容易做 剛好它是做網通 另外來講就是特化 剛剛講特化很強對不對 特化化工股很強的話 基本上比如說像長新 長新也是百億的公司 所以長新基本上你看 它連高點都過不了 可是特化很強 特化它下面的比如說像 達新材料5234 它就很明顯是它還能夠所謂的 不但創高而且連續一二三四根 對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標例來講 它也不是說上半年有多好的一個獲利 基本上剛題材對的時候 你就要找它的一個集團下的公司 然後股本比較小 比如說它可能股本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這樣來運作 另外來講就像東元集團 東元集團當然你不可能去做東元 所以東元集團大家想說 下面是什麼 磷光 磷光 光零 對不對 東有 用這樣的族群來做 所以我覺得說這是比較有機會 OK 好 我們大家平常講到集團作帳 就想到華星集團 對 今年PCB的股價進市比也滿高的 你說現在這個部分也可以挑一些 它的一些子公司來投資 對 因為華星集團裡面 剛好這個19號它開了一個法說 非常好 基本上以PCB來講 就是以這兩個為主 就是56.9 漢銀博 這之前有講 還有61991的精神科 基本上你可以看 它有幾個優勢在 第一個 它們的獲利都非常好 你看它上半年就有2.75 股價才50幾塊 靜值是61塊 股價才50幾塊 所以它是第一本益比 然後第一股價進值比 基本上精神科也是一樣 你看它上半年3.06 然後它的一個進值達到45塊 所以變成說它全年搞不好 已經到67塊 股價還在60左右 最重要他們都打出一個 所謂的一個雙底 也就是說提前再比 這個所謂的一個指數來講 它領前指數打出一個雙底 我覺得這個底部是非常漂亮 如果看下一張 我們就以精神科來看 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把它拉一整年 它一整年剛好在 這個位置點是它一整年的一個 上緣跟下緣 其實它剛好一個區間 所以我想說區間操作是很漂亮 因為這區間很大 從60到75 也就是20%以上的一個區間 打出一個雙底以後 配合剛剛講的要有題材 題材來講剛好PCB 它去年的第二季之前 大概只有20%的毛利 現在已經來到27.27左右的一個 一個%數 所以這個是很好 另外來講 它冰城的PCC廠已經啟用 當然這個擴廠是為了所謂AI伺服器 其實媒體一定有報導說 包括美國的CSP 還有剛剛講的AWS 已經去看廠 所以對它來講 就是未來如果能切入的話 當然也是一個利益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 相對合理的股票價位 供大家做參考了 謝謝雲翔 謝謝雲翔